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大的敬意 感谢主 你们在家庭里面的付出 你们的辛劳 神必会纪念 那今天我就是想 用信仰的传承 这个主题 来跟所有的父亲们 还有母亲们 我们一起来彼此勉励 在圣经当中 有记载很多的父亲 他们就是把他们的信仰 传给他们的子孙 就像亚伯拉罕 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他把信心传给他的子孙 所以在新旧约圣经 有十次记载说 耶和华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上帝 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他也是他的孩子 他的孙子的上帝 希望我们的神 也能够世世代代 成为我们子女的上帝 还有我们也看到约伯 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 他不止自己敬畏神 然后他也很关心儿女们的生命 恐怕他们得罪神 所以他叫孩子们都要自节 然后就按着他们的树木 每天为他们献祭 约伯是作为一个父亲 他带领全家人 都能够敬拜神 但是圣经当中 又记载一些失败的父亲 我们看到 祭司以利 他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但是圣经却记载说 他的两个儿子是恶人 不认识耶和华 圣经又记载说 他尊重他的孩子 过于尊重神 他明明知道儿子作虐了 自招咒诅 他却不禁止他们 以至于神就在他们父子三个人 同一天死亡 所以何等的可惜 信仰的传承 是神给我们的定规 神借着摩西教导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尽心尽性 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然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语 都要记在心上 这是我们做父母亲要做的 然后呢 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你行在路上 你躺下 你起来 都要谈论 这就是要我们做信仰的传承 然后呢 诗人也这样地祷告 他说上帝啊 我到年老化白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等我将你的大能指示给后世的人 所以信仰的传承 是神要我们所做的 这是何等的重要 但是信仰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是必须要做操练的 不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你必须花时间 花功夫来教导 并且要不断地操练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孩子们 一个礼拜一次送到主日学 我们就以为我们尽了责任 如果不是加上每天的操练 我们的对孩子属灵的操练 是不能够成功的 就像我们带孩子学琴 每个礼拜把他送到钢琴老师的家 弹一个钟头 然后如果回家都不练习的话 下个礼拜又去 他一定弹不好的 是不是 同样的 我们的属灵操练 也是要这样子 每天的操练 所以就是鼓励大家 要建立家庭祭坛 来practice 来操练 来学习 把家庭祭坛的设立 我们知道 挪亚 他在洪水之后 他出了方舟 挪亚就用家长的身份 带领全家族聚集在一起 他们就献祭给神 感谢神过去的保守 感谢神 引领他们一家人都平安 所以他们就献祭给神 圣经记载说 耶和华 闻了那心香之气 他就跟他们立了永恒之约 就是彩虹之约 他以后绝对不再用洪水 来毁灭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必须要带领孩子们 建立家庭祭坛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是 他每到一个地方 就足坛 敬拜神 然后他的孩子 以撒 雅各 也都是这样足坛 敬拜神的人 以至于他们家庭的信仰 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你看他们 在亡国2500年之后 还能够护国 为什么他们的信仰 能够这样的具体 这样的真实呢 就是借着家庭祭坛 信仰的传承 以至于他们的 不会灭国 他们的信仰不会失去 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家庭祭坛 那有人就问家庭祭坛 做什么呢 是的 就是一个小小的聚会一样 所以家庭祭坛 上面一定要有祭物 对不对 我们看到在旧约时期 他们的祭物就是宰杀牲畜 然后烧在坛上 献给耶和华 但是到新约的时期 神 圣经教导我们 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这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这样做 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 全身全人 奉献成为活祭 不是烧在祭坛上 有时候烧在祭坛上 好像你没有自己的意思 你就这样献给神 好像比较容易 我们是活祭 现在坛上 但是有自己的意思 有自己的意念 有自己的主张 所以我们要活出 耶稣基督的样式 实在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必须在家庭祭坛 在家庭里面来操练 让孩子们学习怎么样 成为一个活祭 所以我们每个人 就是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要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层面 你的人际的关系 你的工作 你的学业 你的金钱 你的待人处事 不再是不再是依照我的喜好 不再依照我的脾气来过日子 乃是要把自己当作活祭 献上 活着不再是自己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所以我们这样的生活与生命 就是要经过不断地操练 而操练的场所 就是在家庭 家庭祭坛 就是提供家人 在一起认识神 敬拜神的一个地方 一个途径 家庭确实是培养儿童灵命 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场所 所以因着家庭祭坛 我们学会把基督放在我们生活的首要地位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直操练操练 直到孩子们都学会尊主为大 把神放在我生命的首位当中 所以家庭祭坛 我们必须安排 全家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的时间 不必很长的时间 我们家 我跟我们孩子的家 就是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 在家里 我们每天只用15分钟 就是要睡觉之前15分钟 短短的时间 就这样子来建立一个家庭祭坛 有的人是每个礼拜一次 重要的是持之以恒 你如果今天做 明天就不做 两个礼拜后要再做 然后孩子就觉得 爸爸妈妈你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今天要做家庭崇拜 所以你持之以恒 变成一个习惯 孩子们就愿意跟着你 然后家庭祭坛做什么呢 就是诗歌 当然我们就开始就一起唱诗歌 圣经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然后达到口唱星河的目的 诗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唱主日学的诗歌 可以唱孩子们都会的诗歌 这个是我们孩子 就是几年前 我们在一起家庭崇拜的时候 帮我放一下video好吗 不是 就是刚刚那一个 可以按下video吗 我就是让大家看 有时候孩子小 他们坐不住 他们在那边跳舞都没有关系 就是能够很自由地这样来敬拜神 可以吗 那个video 不行 对不起 本来要让大家可以看看说这个video 就是在唱诗歌的时候 有的那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 就喜欢跳舞 就用跳舞来赞美神 那有的孩子还小 他们就走来走去 也没有关系 你就是他会看着大姐姐 他这样做 他也跟着这样做 就是这样的赞美 达到口唱星河一起赞美神 有时候让比较大的一点的孩子 他也可以带领全家敬拜赞美 然后我们现在 就是这两年是那个 就是COVID的时间 那我们就用room 然后带一起敬拜 这个video都不能放出来 本来用video 然后大家就是 有一家人带领敬拜 那我们全家 就是这样的跟着唱诗歌 马丁路德说 唱一首诗歌 就像听一篇讲道一样 你看诗歌里面的歌词 好像有神的话在那里向你诉说 那奥古斯丁说 我唱一首诗歌 就好像祷告了两次 你看我们那个护歌 还是这样子 一直repeat地唱 就好像你在向神祷告 再来我们就是 诗歌唱完之后 我们就要读圣经了 研读圣经 圣经说 少年人用什么捷径他的行为呢 就是要遵行你的话 孩子们就是要教导他们神的话语 保罗也对提摩太说 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所以孩子其实从很小 他就可以明白圣经 知道圣经的故事 从一两岁开始 你就可以教导他圣经 他小的时候讲简单一点 长大一点就可以讲详细一点 孩子小的时候 他可以用picture bible 这个我孙女还没有两岁 他就用picture的圣经 他看到这个picture 他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 有时候自己讲故事给自己听 那我们家庭崇拜的时间 也借着那个画像 然后让他听故事 大一点他可以读书了 就可以用简单的children's bible children's 越来越大 就可以读比较复杂的 到后来长大了 他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读 一样的圣经 大人的圣经 然后我们读圣经 最重要的是要引出 圣经的真理出来 而且让它实行出来 比如看到读到约纳 因为不听 神拆派他到尼尼围去 所以神就拆派一只大鱼 把他吞到肚子里面去 那application 就是告诉孩子们 神为你安排的 神所给你的是最好的 你就是要顺服 你就是要听话 就从小就是这样的 来教导他们神的话语 然后再大一点 我的孩子到初中 高中的时候 他说妈妈 我想读罗马书 那另外一个说 我想读旧约约书亚书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那我们家庭崇拜的时间 大家聚一起 就每日一句话 今天神给你的一句话 是什么 你就分享 然后你呢 你的是以赛亚书 几章几节 那一句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那爸爸分享他读的圣经 我分享我读的圣经 这样子也是一种圣经的方式 所以每个人就是 都要在神的话语上来定根 孩子再大一点点 他就不只读圣经 他还可以写凌晨日记 我这是七岁的孙女儿 他读到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他不是读了而已 他把圣经抄一次 他就画了两个心 这左边的这个心 他就是说 我的心里面充满了生气 苦毒 怨恨 哭泣 然后就是 不合神喜悦的事情 但是中间有一只手 看到没有 上帝的手 他把我的trash 把我的垃圾就拿走了 然后在另外一边的心 就变成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清洁的心 他的读经 他的感受就是这样子 还有一天 他读到 就是诗篇63篇 第七节第八节 他说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硬下欢呼 然后他就画了 神的翅膀很大 他说 神的翅膀是怎么样 是安全的 神的翅膀是我的护辟所 神的翅膀是很舒适的 所以他下面就写说 所以我在伤心的时候 在坏人在追赶我时候 他在闪电下雨 我很害怕的时候 我就要躲到上帝的翅膀印象 还有很多 我们没时间放了 有很多写得很可爱 他们从六七岁开始 就在写凌晨日记 每天就写了 那所以我说 这些话就会永远存在他们的心中 所以在这黑白不分的世代里头 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 从小就放在他们的心中 他们就会记住 而且就会永远记在心里 暑假期间 时间就比较自由 可以鼓励孩子们多读一点圣经 我的二女儿就跟我说 妈妈 昨天来我们家 她就说 妈妈 我暑假 就是给他们定了时间表 每一个礼拜 就是一定 就是要读几张圣经 然后呢 有时候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曾经三个礼拜 就把旧约圣经读了一遍 当然要给他特别的奖品 给他们两片 他们那时候最喜欢 Amy Grant的那些诗歌 我就赏他们两片 那个Amy Grant的诗歌 那他们就认真的读 然后就是要给他们 鼓励给他们奖赏 然后再来就是鼓励背圣经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是的 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存在心中 孩子的脑力 是最容易记东西的年代 你要珍惜这一段时间 我从小所背的圣经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但是我长大以后 再背的圣经 我就记不起来 所以小孩子背的圣经 他可以一直留到他的一生 可以真的是很好的 然后也可以复习 主日学所背的圣经章节 背主导文 背巴胡 背一些圣经章节 我的这个孙女儿 本来是有声音 她可以背圣经的 那她就是最近四个月 就是因为我的小女儿 回家坐月子 她生第十七个孙子 所以回来家坐月子 已经住了四个月 她说我们快搬回家了 然后这个五岁的孙女儿 就是姐姐 她看到弟弟 她有一点嫉妒 最先说把弟弟送人家好了 她的心态我们知道 有时候就故意不听妈妈的话 所以我就找一节经节 就是以乎所书二章三节 六章二节三节 就是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那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我就让她背 背的时候呢 然后背得很熟 她很快就背会了 然后每次妈妈讲话 她不听 然后我就说 你要再次长寿 或者是要短寿 她说要长寿 long life 那你就要听妈妈的话 她就好好 妈妈OKOK 然后呢 就是这样的背诵 然后每次 她有马上听妈妈的话 我就给她一个星星 一个star 然后我说 你积了二十个star 你就可以换一本书 我就买几本书 放在那里 二十个star 就可以换一本书 她就很高兴 所以要给他们 常常背神的话语 然后有时候讲话 就讲很生气的话 因为你知道 弟弟来了 他心里不平衡 有时候 妈妈我不爱你 然后就 我不听你的话 就讲那种话 那我就赶快 让他背一节圣经 背完了 我就说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 随时说 造就的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所以每次 他有讲这种话 我说你讲这句话 爸爸听的 有没有得益处 没有 没有 这个话不要再讲 say sorry 他就say sorry 就是这样子 就是要把information 变成transformation 把神的话 用在他的生活生命当中 然后 以后就开始 背全章的圣经 他现在在背诗篇一百篇 然后很多的孙子 他们都背 我一个大一的大孙女儿 现在大一了 她来我家跟我说 阿嬷 我现在会背的圣经 都是小时候你叫我背的 圣经一整张一整张的背 我的女儿 她们也是这样一张一张的背 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一百篇 诗篇二十七篇 然后慢慢的就背 整本的 菲利比书 整本要他们背 他们很快就背起来 头脑记得很快 语夫所书 全本 圣经就这样背起来 所以要给他们一点奖励 你看 这个 背了圣经 我就给他一块钱两块钱 然后钱给他两个桶子 这个是背圣经的钱 然后另外一个桶子 十一奉献的钱 你看你今天得了一块钱 得了两块钱 你把十一赶快放在 放在这个桶子里面 这是神的钱 有一次我就说 谁 他奉献给神不止十分之一 刚刚那个五岁的孙女儿说 好 那我要奉献 他就把他的桶子的钱 好多都要倒给 那个神的钱的 这一个罐子 我说你不必倒那么多 没关系 但是 就是说 至少十分之一 那是神的钱 有一年暑假 孩子们都回来 就叫他们 鼓励他们背圣经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几个人 就在那边背圣经 每个人拿一本圣经 一直背 然后有时候就坐下来 好 都背好了 来 一个一个背 大家在那边看 你背对不对 大家就这样子 彼此这样的分享 所以 你鼓励他 这个是黄金时刻 真的鼓励他 他背起来 就是一生受用无穷 我说二女儿说 他要叫孩子多读圣经 然后他跟我说 每个礼拜 要叫他四个女儿 最小的那个 才三岁 还不会背 他说 我叫我的三个女儿 每个星期 一定要背一张圣经 他们就开始 从暑假 现在开始暑假了 他们每一个礼拜 要背一个chapter 我说好 阿嬷就给他们奖品 阿嬷就是负责 负责颁奖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 在家庭崇拜里面 可以读经 然后好 这个礼拜 你背什么圣经 你可以背 然后再来 就是见证与分享 这代要对那代 宋赞你的作为 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他说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 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 述说给后代替 我们要我们的孩子 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你就必须常常分享 你经历神的事情 我们的家庭崇拜 每一个人 一定要分享一件 今天感恩的事情 想不出来 孩子想不出来 今天去吃一个ice cream 想不出来 今天有什么特别 都一样 没关系 就是一定要找一件 感恩的事情 然后大家就一起很高兴 有时候真的是 很奇妙的事情 神就让你遇到 很奇妙的事 我们就一起感恩 借着这样的感恩 我们把宋赞归给神 然后大家一起经历神 很奇妙的作为 真的是 每个分享 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很重要 然后有时候 也见证分享到 神在我们家中的作为 分享你读这个圣经 你就让你想到 从前你在艰难的时候 神曾经借着这个圣经 帮助了你 让孩子们知道 圣经是活的 圣经不是字句而已 圣经乃是真正 用在你的生命当中 他成为一个活的见证 在你最艰难的时候 神怎么样 用这句圣经 帮助你度过了 然后孩子们 哇 好奇妙 神的话这么奇妙 他们就开始喜欢读圣经 所以在家庭里头 要常常分享见证 然后就是 当然不是 今天然后我们就讲到 很古早的事情 就是有时候正好 有感触 然后有时候正好是 有这件事发生 然后就分享 我们的祖父母怎么样信主 然后怎么样奉献 奉献阿公 然后来做传道人 阿公又奉献 爸爸做传道人 就这样一代一代的 就有很多的见证 可以诉说 让他们就觉得 神是活在 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再来 祷告 带他们祷告 若是你们中间 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 求什么事情 我在天上的户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最简单的就是 家庭崇拜 夫妻加上一个孩子 就三个了 对不对 你这样的聚会 神就在我们的当中 然后我们就可以 同心合意 向神求什么 所以我们分享 每天的需要之后 我们就可以彼此带导 有时候真的是 让孩子们分享他 学校遇到的难处 我还记得 我的女儿曾经在学校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她说坐在他旁边的人 常常拿一支铅笔 搓他的手 妈妈 他一阵到晚搓我的手 我说我们来为他祷告 然后后来 还是继续地搓 然后我们继续祷告 后来我说 我们请他到我们家来玩吧 就邀请他来我们家 他的妈妈就载他来 后来才了解 因为是一个单亲的家庭 这个孩子每次下个回家 三点多回家 妈妈都还在上班 是不合法的 但是他一个人就在家里 然后他看到我的女儿 就是好像很lucky的样子 有铅笔盒有什么 他就很嫉妒 所以就搓他搓他 以后我就跟他的妈妈说 以后每次下课 我就载他到我们家来 你下班再来载他回去 然后从那时候到30 现在他30多岁了 他们还是朋友 不是说最好的朋友 但是还是朋友 然后就是还是有交通 有交往 所以就是说 在需要的时候 为他们祷告 我的侍女儿 她的学校有一个同学 她的妹妹 一出生就不停地开刀 那我们就一直 为她的妹妹祷告 虽然我们不认识她 甚至又要下礼拜 又要开刀了 我们就抱一点钱 请女儿带到学校 送给 交给她的妈妈 我们都有在为她祷告 就是为他们所认识的人祷告 他们会觉得 他们觉得她很有参与感 那这样的祷告 不要很长 因为孩子他坐不住那么久 所以短短的 我说15分钟就够了 那我们在 就是在用Room 做家庭礼拜的时候 我们有四个家庭 跟我们 就五个这样子 每一家 每一个人都要分享 分享感恩的事情 之后 然后老大就分享 他们家带到的事情 老二就为他们祷告 然后老二分享他们的事情 老三就为他祷告 老三分享完 老四为他祷告 很多时候都是孩子抢着祷告 我以为五岁的孩子 四岁五岁的孩子 他怎么听得懂祷告这些事 都记得很清楚 他也知道 为阿姨祷告 阿姨的家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本来也是video 要让你们听着 但是没有办法放出来 就是那个五岁的 现在是五岁 那时候四岁 这个孙女儿 他就为前面这个家庭祷告 他可以祷告到很周全 从小就这样训练 每次要祷告 他们就抢着祷告 这些孙女儿们 他们我祷告 我祷告 不是叫你谁祷告谁 我不敢 我不敢 不会 他们从小就这样子操练 所以我们家庭礼拜 就是用这样子 其实不必很长的时间 15分钟 那如果他们个别有事情 要跟你谈 OK 我们父母亲奉陪 你要个别要跟我谈多久 我都可以陪你 那就是这样子 每天这样的操练 每天15分钟 15分钟 累积起来 他们就很多神的话语 栽在他们的心里面 那家庭祭坛只是15分钟 但是其实 信仰的传承 不是只有这15分钟 家庭祭坛的延伸 就是父母亲的榜样 你每天活出来的榜样 圣经就说 你自己要怎么样 先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而且今日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这是我们做父母亲要做的 你如果没有这样做 你就不能够叫孩子跟随你 对不对 你自己先这样做 然后你才可以跟他说 你们要笑话我 像我笑话基督一样 所以你要有榜样 小孩子需要看见 父母亲的信仰生活化 才能够从小学习 做一个亲近上帝的人 如果父母亲 自己都不读经 也不祷告 自己每天下班回来 就看电视 看手机 你说孩子 你们每天要读经的 我从来没看过你读经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 所以榜样是很重要的 我们父母亲 就是像孩子的一面镜子一样 若父母亲是一个亲近神的人 孩子自然就觉得 我必须这样亲近神 所以我记得我的母亲 我们也是传道人的家庭 我的母亲有十个小孩 我是第九个 然后十个小孩 她每天清早起来 要煮很多的饭 要带便当 对不对 在台湾的时候 我母亲一早起来 第一件事情是先跪下来 为十个孩子提名祷告 为我的父亲的服事祷告 因为他祷告都出声音的 我们都听得到 一个一个提名 当祷告到你自己的时候 哇 你更注意听 妈妈在为我祷告什么 心里好感动 就是每天 然后忙完早上以后 中午吃完饭 他就开始读圣经 每天就这样读圣经 晚上要睡觉之前也是读经 作为一个上一代的师母 在台湾牧会 每个礼拜要三次打扫礼拜堂 礼拜天早上要聚会 礼拜三晚上有聚会 礼拜六晚上有青年聚会 他每个礼拜三次 擦桌椅打扫礼拜堂 但是他都唱着圣诗 在做这些事情 让我知道 胡适神是喜乐的 我的父亲也是神学院的老师 又是教会的牧者 他非常的忙碌 但是他记得每天晚上 一定带领我们做家庭崇拜 让我知道家庭崇拜 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常常用爱心接待远人 他们的行为 比他们的话语更大胜 所以孩子 他是在看 在学 讲一些原则 那些没有用的 记不住 而且也觉得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你所做的 他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 所以属灵的生活 大部分是从榜样当中学起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身体力行 养成一种习惯 让信仰生活化 让你的信仰成为习惯 在家里 讲信仰的事情 不会很奇怪 都很正常 每个人就在谈经历神的遭遇 经历神的一些见证 大家谈得都很开心 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风气 然后吃饭的时候 有些家庭 饭煮一锅放在那里 谁有空谁来吃 那这样子就没有机会可以谈话 对不对 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 坐在一起 爸爸就带领做泄饭祷告 让这样子也是成为一个生活的习惯 所以孩子们在外面吃饭 他不会觉得 同学都没有在祷告 我一个祷告 真的不好意思 不会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家遇到事情 有人说 什么事情请你为我祷告 现在就马上祷告 不然等一下就忘了 马上祷告是我们家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的小女儿 她就是有一天去到咖啡 看到有一个年轻人 脚一搏一搏地进来 我的女儿一直看 看了就跑去找她 说我可以为你的脚祷告吗 那个人莫名其妙 我也不认识你 为我的脚祷告做什么 我女儿说试试看 我为你祷告 神祝福你 好吧 让你试试看吧 她跪下去 按着手在她脚上 祷告 居然脚就好了 那个人莫名其妙 哇 赶快去为我的女儿付钱 然后也曾经跟我女儿到教会去 就是这样子 你成为习惯 孩子就学起来 孩子就这样子学起来 那家庭的生活习惯 就是每天一定要读圣经 一定要写凌晨日记 要开车出门前 上车先祷告 再开车 求神保守 我们这一城有平安 每次 每天孩子要上课之前 按手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今天在学校 好的学习 好的品德 然后能够见证神的荣耀 每天睡前 家庭崇拜 要一起祷告 这就成为习惯 每天写凌晨日记 刘牧师写 我也写 我们四个女儿都写 你看看 我这个大孙女儿 那时候是大孙女儿 不知道几年纪 她一本圣经 一本凌晨日记 她的妹妹才 大概一岁吧 她也写 拿一本坐在那里 摆样子 她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她就知道 要拿一本笔记 放在那边 以后大了 她就开始自己写 所以这个就是榜样 榜样让我们的 信仰生活化 生活信仰化 最好的讲员 就是活出 你自己的讲道 为人父母者 必须能够在家庭生活的 各个层面 能够成为榜样 当然父母的言行 必须要合一 如果你讲一套 做一套 孩子们才不会听你 所以很多青少年 子女 他们不听父母亲的话 主要就是 看到父母的言行不一 爸爸妈妈教导我们 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不可欺骗 但是为什么有人的暗门年 看到是他不喜欢的人 跟他说爸爸不在家 跟他说妈妈不在家 你们怎么言行不一呢 就是这样 孩子不能听你的话 因为你自己所表现出来的 跟你所讲的是完全不合的 所以父母亲 必须遵守他们教导孩子的道德规范 以至于 他们就能够跟着你行出来 圣经说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孩子是不是以你为荣呢 还是以你为羞耻 第三点 要讲到机会教育 刚刚圣经说 你今日吩咐你的话 要静在心上 但是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就是随时随地 你都可以教导你的孩子 随时随地 都有许多属灵的话题 你可以教导你的孩子 生活的题材 如果真的是每次遇到的事情 就用神的话来教导 他们就会印象深刻 生活的细节跟信仰 都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你必须提供 谈话的时间与环境 像一起吃饭 睡前的祷告 或家庭的一些活动 如果没有这些 如果你没有一起吃饭的时间 你怎么可能有机会 跟他们说话呢 对不对 所以这四个月 我的小女儿一家 她搬回来 我刚刚说她回来坐月子 然后生了baby 我留她住到现在 这四个月 我们谈很多话 尤其吃饭的时间 谈谈谈 就谈到我们过去的经历 谈一谈又讲到很多的生命的见证 他们说 妈妈等一下等一下 就拿那个录音机来录起来 拿那个手机把它录起来 哇 说是不是怕妈妈死了 你就没机会听了 所以就把它录音讲 等一下等一下 再重讲 再重讲 就录起来 就是这样子 你一起吃饭 就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说 所以有一起家庭活动的时间 这个就是 大家要提供这样的机会 才有对话产生 那你家庭的生活细节 你很多话可以讲 孩子小的时候 他们要养鸡 我们养了一只母鸡 很奇怪 它开始生蛋的时候 我知道生蛋会生很久 但是怎么生了两三天 就不见了 所以我就跟踪我们的母鸡 我看看它在我们的树下 最先生蛋 然后三天就没有了 我很奇怪 然后就跟踪它 看看它在我家 吃了它的饲料之后 然后就飞过去隔壁家 然后生蛋生在隔壁的树下 然后生完蛋 又飞过来我们家吃饭 我说哪有这种鸡 真的 需要的时候就来回家吃饭 吃完饭 蛋就下在别人家 真的是很生气 那我就跟孩子 机会教育 对不对 我说我们也是 我们常常在有需要的时候 要考试的时候 到神面前 主啊帮助我 主啊帮助我 都记得回到父神面前 求求求 但是当你有收入 当你赚了钱 当你有才干 你却把这些才干 都不是放在神的家中 都放到世界上去 这个就是母鸡给我们的教训 就这样的机会教育 孩子就印象深刻 养了鸡 然后很小的时候 不愿意被关在鸡笼里面 然后到处乱跑 就被猫吃掉了 猫吃掉以后鸡长大一点 怎么又少了一只 原来被Rocon吃掉了 哇 后来我们建了一个鸡舍 刘牧师他读堵木工程的 没有盖过房子 就盖过我们家一个鸡舍 然后把那个鸡放在里面 哇鸡听到那个Rocon来 噔噔噔噔 赶快就躲在里面 我就跟孩子们说 孩子们 你看妈妈给你的规则 圣经给你的规则 就是要保护你 像鸡龙一样 你不要以为你长大了 就可以自由了 长大了 还有更大的野兽 要来吞吃你 所以随时随地都要躲在上帝 翅膀的印象 这个就是机会教育 所以每次在讲什么 他们我知道了知道了 鸡龙子的故事了 知道了 他们就知道 因为生命所遇到的事情 生活遇到 他们就记得很清楚 你做错事情 勇于向孩子认错 孩子就知道 父母亲不是完全人 他做错事情 他也敢来向你认错 然后当我们金钱 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神很奇妙 隔几天 神就借着别人来供应我们 所以孩子们就借着这样子 信心就大得增加 然后这些女婿 不是在我们家长大 那我们女儿 看到他们经济不行的时候 他们就很有信心 不必害怕 神一定会养我们的 神会供应我们 那女婿就很着急 很担心 妈妈 多给她讲一些这样的见证 让她不必害怕 真的 他们就经历到 神是信实的神 是供应的神 你拿出去 神就补给你 你不必担心 所以每年生日 要做感恩奉献 遇到难处 神的保守 也要感恩奉献 两个礼拜前 我的二女婿 她去开刀甲状线 结果发现是癌症 哇 我的女儿打电话告诉我 发现是癌细胞 但是医生说都拿干净了 所以我知道 我们要感恩奉献 她说爸妈你不用再讲 我就知道我们要感恩奉献 那大女婿在下雪天 她在东部下雪天 车子去撞到人家的那个mel bus 然后车都平安 车毁了 人都平安 她说我知道 我们要感恩奉献 他们都自己先讲出来 所以凡事就是学习感恩奉献 在机会教育的当中 要价值观的分享 孩子从我们的一己愚动 学习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时间运用 金钱的运用 他们都在看在学 你只是为自己 还是你为神的国度摆出 他们都在看 都在学习 有共同价值观的两代 家庭就和谐平安 对立的价值观 就导致很多的争论 教养的方式 如果奠基在 共同的价值观上面 子女很自然的 就跟父母亲成为伙伴 获得家庭的归属感 所以我们要把神的价值观 都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因为价值观的相同 我的孩子们 大女儿一家 大女儿 她在高中的时候 她是读Temple City High 所以我们家离那里很近 她说妈妈 我们可以开放家庭 成为我们学校 基督徒同学 祷告的地方吗 我说当然可以 因为价值观一样 她知道妈妈不会拒绝 曾经有40多个人 每个礼拜三下午聚集在我家祷告 然后她自己大学毕业 就去读夫人神学院 她知道妈妈一定鼓励他们 女婿也是这样子 他们两个都按立成为牧师 在这里开设教会 后来呢 就听到神的呼召 要呼召他们到Kansas City 就是秘书里州的Kansas City 到那边去 她也知道 只要把神搬出来 爸爸妈妈都没有第二句话 神清楚地带领 你们就去 然后现在她在那边 一个高中 不是高中 从小学到高中的 基督教学校在做校长 他们说要训练 像但以理一样 不是神学生 但是他们却在社会上 活出上帝样式的人 他们就是灌输这些孩子们 用圣经的教导 她知道父母亲都在为他们祷告 进入30岁 要结婚之前 40天禁食祷告 我说你那天会昏倒 做新娘那天昏倒 她说不会的 他们只吃Juice 然后就是这样40天 要踏入婚姻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禁食祷告 进入30岁 进入40岁 都用禁食祷告 40天来开始 我的二女儿 也是大学毕业 她就读 福尔神学院 然后呢 她结婚的第一年 她说爸爸妈妈 我们感动 我们第一年 要奉献到台湾的孤儿院 服侍一年 这是我们奉献给神的 婚姻的第一年 奉献给神 她也知道 父母亲不会拦住他们的 她现在就在教会里面 做青少年 做儿童的事工 三女儿一家 她们两个夫妻 也都是夫了神学院毕业 她们本来是在教会 做一个敬拜赞美的童工 后来到蒙古 外蒙古去 服侍了两年 做宣教士两年 又回来 在做青少年的辅导 她们的教会就派她 到Irban去开拓 她们现在在Irban 开拓教会 非常的辛苦 带着五个孩子 然后一切从零开始 到处去探访 到处去公园 传福音 这样子 我说神一定会祝福你们 然后四女儿 她就是从小 从高中 就带领好多人信主 然后就是为他们 就是带他们到团庆 然后说妈妈 我可以礼拜五下课 就再来我们家 在我们家吃晚餐 然后你载我们到教会参加团庆吗 我说当然可以 只要能够找人信主 我们都很高兴 然后礼拜天也是这样子 居然会再载他们 一家一家送回去 所以她那时候带很多人信主 后来到大学 她到UCLA去 那些同学都没有到教会去 她心里很难过 所以大学毕业在家里 她就开始一个House Church 自己在那边 去载人来参加聚会 然后煮东西给他们吃 就在我们的家 然后我当然也帮助 support他们 她知道父母亲 一定会这样帮助他们的 所以因为价值观的相同 我们能够这样做 侍女婿现在也在 夫了神学念书 然后她告诉我们说 她们很多 也是爱主的姐妹们 因为要受洗 父母亲反对 因为要去服事 父母亲不准 然后父母亲都没有信主 价值观不一样 所以她们很辛苦 好可怜哦 她们在家里都不能谈信仰的事情 这是她告诉我们的 好 再来要做信仰的扶持 到大学以后 孩子们没有父母亲的督促 所以常常就到大学自由了 就不去教会了 所以我们孩子一到大学去 你要帮他找到一个好的团契 督促他 信仰要在那里建立起来 很多人在大学的时候 信仰得到大大的护心 在那里爱主服事神 有人到那里就失去了信仰 远离了教会 所以我们信仰的扶持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人生方向的 为他有好的室友来祷告 人生方向的指引 也是一样 在这一段时间 他们在思考人生的方向 什么是值得你投注一生的方向 做父母亲的 要在旁边辅导 给他们永恒的价值观 人生不是只有为赚钱 要分析他们的个性 兴趣 恩赐 与他们一同思考 你要一生用什么来荣耀神 来造就教会 很多人在大学时候奉献给神 刘富里牧师 就是大事的时候奉献给神 林国亮牧师 陈敏青牧师 我们在东海大学做校目的时候 好多人就这样奉献给神 在大学时候奉献给神 所以要他们这个阶段 是人生的转捩点 辅导他们 无论在哪一个行业 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 荣耀神 造就人 再来每天要为儿孙祷告 我们知道有一个 Jonathan Edison Jonathan Edward 他是一个爱祖的人 他就是把信仰传给他的子孙 到20世纪的时候 他有400个子孙当中 有14位是大学校长 有100位是教授 100位是传道人 宣教师 100位是律师 法官 60位是医生 还有许多的作家 杂志编辑工商业的句子 所以他们所流传下来的 影响到20世纪 17世纪的人 他的影响流到20世纪 我们自己 我们每天也要为我们这一群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们祷告 总共27人跟我们 每天要提名为他们祷告 而礼拜四中午 我跟刘牧师就近时 为他们一个一个提名祷告 每天的祷告以外 礼拜四特别就是这样 期待他们一生爱祖 跟从祖 被祖所使用 好 最后我要讲一个 心被刺痛的父母亲 多少父母亲 也是经过这样的流泪撒肿的过程 但是今天却没有欢呼来收割 这些父母亲仍然在流泪 因为他们被提醒自己 好像是一个失败的父母亲 为什么原本可爱 从小爱祖的年轻人 到上大学 听黑酒之后 变得像恶魔一样 不能跟他谈信仰 他们百思不解 心里非常的伤痛流泪 但是神 神也是这样子一个父亲 有一次一个姐妹 跟我说到很伤心 我就忽然想到 上帝也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是吗 当然不是 但是你看上帝 只创造亚当夏娃 两个人都背叛他 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 一次一次地远离他 神知道你的感受 神要来帮助扶持你 耶和华如此说 就是勇士所掳掠的 也可以夺回 强暴人所抢的 也可以解救 与你相争的 我必与他相争 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只要你要跟他相争 跟魔鬼相争 神就要拯救你的儿女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伤心 难过 非心 神帮助你 你就可以夺回 这些勇士所掳掠的 所以结论来说 我们这一代 如果每个父母 都做一个敬虔的父母 把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就不知道 下一代 有多少刚强的基督徒 要在我们这里产生 神要赐恩给教会 一定有一群爱主的父母亲 愿意为他的孩子们 献上祷告 栽培他们 盼望我们做父母亲的 经由家庭祭坛 经由你生活的榜样 经由随时的机会教育 为他们不断地祷告 我们来栽培训练自己的儿女 成为和神心用的领袖 在这个世代中来服事神 我们时间很短 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 来 对 这是神的祝福 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祂是神 是信实的神 向爱祂 守祂诫命的人 守约诗词爱 要直到千代 好 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 我在为您祷告 要站起来 我的救主 是我的朋友 我要迫切求神 也做我孩子的朋友 为您 就是我的孩子 您的孩子 为他祷告 我的救主 是先手 祝福 又你 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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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祈穷 庆祝 其他日也 用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为你祈祷 愿我们不断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求神 主耶 师 我感谢你 借着牛师母的口 说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要有传承的 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 有这样的成功的父亲 有亚伯拉罕约会 也有失败的父亲 祭司有命 但是我们都在神面前跟神说 我们愿意 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 使他们一生都不离弃神 因为我们都能够在建立的家庭祭坛 我们常用诗歌 用赞美 读经 我们就跟 car שלow coal 来叫??? 来叫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都能够随时说造就人的话 让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听见 一起来诉说神的荣耀 来传扬祂的首歌 我们常常的都能够做儿女的榜样 如同耶稣你是如何的在我们地上 做我们的榜样一样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我们一生 孩子一生的知语 我们都能够作为虔诚的父母 常常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就把赐给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送我们心怀意念 让我们都成为 每个家都成为神在我们家做王掌权 我们是紧紧的来跟随主 让我们的一家都成为神所祝福的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也都能够常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的心里 在我们的孩子当中 求主赐福大大的祝福 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 我们不只听了道 也都能够心得出来 我们一生一世都能跟随主耶稣 谢谢主 我们将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